各位听友,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《仙夜》,作者尔根,演播丸子冯宝宝,后期制作云曼。 1808集,默然回首。 古声依旧回荡,在这三十六人坐下之后,天空突然出现了剧烈的轰鸣,竟压过了那古声,压过了此地竟万人的议论之音,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后,却见了天幕中,突然有十八道巨大的裂缝,漠然被生生撕开。 那撕开这一道道裂缝的,是那凭空出现的十八双黑红手爪。 一生生嘶吼惊天,在所有人目光齐齐看向天幕的刹那,却见这十八道裂缝那样,赫然钻出了十八条黑红色之龙。 这十八条龙啊,妖气惊人,竟是妖龙,用古妖气息之龙。 那十八双银色的瞳孔,透出无尽的妖气,使得这十八条龙神色极为争名。 他们出现之后,立刻在天空回旋,连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。 我去,盗谷十八王? 没错,正是我盗谷十八王的坐骑妖龙。 这十八条妖龙出现,显然是十八王来临呢。 盗谷皇尊之下,同样是皇族的十八位盗谷之王。 据说他们每一人都拥有强大的力量,其中十二人平常不得回京,而是在外镇守十二郡。 真正哗然之声,在这十八妖龙出现之时,立刻议论起来。 远处的天空上,距离皇宫还有一段路程的地方,王林站在那里,目光遥遥看去。 那十八条妖龙出现时,引动了天地之气,尤其是连成了漩涡旋转后,似化作了一场风暴,可以阻止神识目光的凝聚。 盗谷十八王,不知叶末当年是否也是这十八王之一,或许在这夜宴中可以看到。 王林摸了摸下巴,他来到盗谷一脉后,没有停留太久,如今回来又闭关三个月,故而没有找出时间去寻叶末的后人。 但此时,他却是始终记在心里,略作沉吟,耳边回旋那第八声鼓鸣的鱼音。 王林不疾不虚,向着远处皇宫走去,只是他越是临近了,那种凭空出现的心计之感就越是强烈。 这种状态不是危机使人,而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 以王林的修为,他已然可以做到在有关自身的大事上,可以提前一些有所感应。 这时,他怎么思索也想不出,在这皇宫夜宴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。 在王林皱着眉头前行中,那道谷皇宫的殿前广场上,天空回旋的十八条妖龙齐齐下降。 仔细一看,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头部,都赫然站着一人,一共十八人,相貌各自不同,但却隐隐有相似之处,穿着蟒袍,看起来颇具威严。 这十八人身子一晃,同时走下妖龙,落在了广场上距离正殿最近的暗基处,一一坐了下来。 在他们坐下的同时,那十八条妖龙一声嘶吼,钻入那天幕的裂缝,消失了。 随之那裂缝也散去在了天空上,使得夕阳如旧,恢复如常。 而此刻,第九生古名,回荡天地之间。 与之前的八声鱼音融合,化作了一声罕见的轰隆之声。 那声音呢,足以将修饰真死,甚至就算是古族身躯,也很难在那声音下不受创伤。 但诡异的是,此地所有人只闻此声,但身体却是没有半点影响。 王林迈着脚步,在这第九生古名下,来到了这皇宫上空。 他目光一扫间呢,突然抬头看向天空,双眼瞳孔略为一手缩。 却见九道黑蒙啊,从天漠然降临而下。 那黑蒙一眼看去,如同一个个巨大的柱子,似支撑天地,不让其坍塌一般。 在降临中啊,更有层层黑色的波纹扩散。 于瞬间,九道黑蒙落下,化作了九个穿着黑色铠甲的巨汉。 这九人呢,散发出浓郁的杀气,甚至在身体四周,可隐隐看到无数冤魂缭绕。 他们没有去拜那正典,而是彼此看了一眼后,走向了那十八王前的九处暗机上。 在他们的前方啊,还有四个暗机。 不灭将,他们应该就是盗谷一族,九大不灭将。 九个堪比仙族闯过了天尊一十三层的岳天尊,尤其是其中一人,可以达到闯过十四层一般的波动啊。 王林收回目光,脚步向前迈去,踏着那轰鸣的第九声鼓音,向着最前方走去。 他的出现呢,立刻吸引了此地上下多人的目光。 王林这一生啊,已然习惯了在这样的场合下,一次次目光的凝聚。 他神色如常,一身白衣飘逸,一头白发不动,平静地向前踏空而去。 诶,此人是谁啊? 他独自前来,更是赶在第九声鼓名时出现,莫非是拥有特殊的身份? 嗯,此人很是陌生啊。 狄臣的议论轻微而起。 在被万众瞩目中啊,王林走过了那数千暗鸡,走过了那一百零八进,七十二胜三十六张。 随着他的脚步啊,凝聚在他身上的目光越来越多,那议论的声音呢,更是越来越嗡鸣而起。 嘿嘿嘿,他要坐在什么地方? 他竟敢走向最前方? 那最前方的四个位置,可是为了大天尊与国师准备的。 还有两个位置,则是为了道谷两位至今还存在的老祖预留的。 那最前方的暗鸡啊,一个在前,三个在后。 王林走过那十八王上空之时,立刻这十八位道谷王爷纷纷向他看去,神色凝重中啊,这十八人竟有七人,站起了身,向着王林抱拳一拜。 这一拜之下,顿时广场这净万人啊,再次嗡鸣起来,议论之声,死起彼伏。 竟然超过了之前十八王与那九个不灭将。 王林脚步略有停顿,目光在那向自己一拜的七人身上扫过,微笑点头后,走向那九个被黑气缭绕的九尊道谷不灭将之中。 那九人呢,有八人沉默,但唯独那堪比先祖闯过十四层的岳天尊之人,其隐藏在黑气内的双目一闪,冷哼一声的同时啊,身子默然就要从那座椅上站起,似要阻止王林从他上空飞过。 但就在他将要起身的瞬间,王林双目冷眼一望,其目中有鸿芒杀鸡一闪,立刻一股惊人的威压从王林身上漠然散开,刹那又消失了。 但尽管只是一瞬间的威压散开,却是让那要站起之人啊,浑身一震,身子立刻颤抖起来,身子竟无法站起,眼中露出恐惧,喷的一声,又坐回到了椅子上。 他此刻啊,心神轰鸣,冷汗瞬间溺出,王林的那一道目光啊,在他看去,好似置身于一场疯狂的杀戮场内,被王林连续杀死了数百上千次,如入幻境中不断的死亡一般。 这种感觉啊,他这一生从未有过,如那一道目光轰入体内,搅碎他的五脏六腑,生刮了他的骨头血肉,取出灵魂搅碎一样,此刻心脏啊,碰碰加速跳动,似要崩溃。 在他重新坐下的刹那,王林身子落下,站在了这广场组成扇子形状的一处处暗机的最前方之地,转身看了一眼那天空中的数百平台上无数暗机,又看了一眼广场的数千之人。 王林大袖一甩,平静地坐了下来,他这一坐立刻在这广场上掀起一股滔天大浪。 哎呀,他是谁啊,竟坐在了盗谷大天尊的位置上,这这这这这这这。 刚才此人散出的威压极为强大,居然让我好像有心脏位置停顿的错觉。 此人骨族之力,身不可测,绝非等先之辈。 我听说盗谷大天尊啊,最近宣布搜了一个弟子啊,此人莫非就是玄罗大天尊的弟子啊? 可他竟然如此年轻啊。 果然是他,白发岳田尊,没想到此人真的是玄罗大天尊的弟子。 什么?他是白发岳田尊?那白发岳田尊不是先祖之人吗? 据说其是大天尊下第一人,甚至更有传闻说他是先刚大陆第十一样啊。 认出王林身份的呀,都如嫉妒皇子一般,来自于古族山脉的皇族之人。 盗谷一族的呀,还好一些,有关王林的事情他们略有知晓,但其余两族啊,却是神色极为复杂。 看向王林的目光,隐隐带着忌惮,实际上他们也并非对王林一无所知。 要知道,玄罗带着王林去过了十股与几股两族之地。 故而这些来到道谷一脉的人啊,除了送来赫里外,也有借此机会观察道谷实力的念头。 这些看向王林的目光中啊,有一道目光带着激动与狂热。 这目光啊,来自于天空漂浮的一处平台,基督皇子的所在。 基督皇子坐在那里,他望着王林从出现,直至被万众瞩目,议论纷纷。 看着王林平静的样子,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。 义父之名,故族皆知,义父之威,更是震慑人心。 若义父能助我? 基督皇子握紧了拳头,王林没有理会凝聚在身上的目光。 坐在那里,闭上了双眼,但其内心却是此刻心肝气躁,如心魔滋生,隐隐竟有了让其控制不住的感觉。 这种感觉啊,是从王林来到这皇宫后出现,是从那之前的心计转化而出。 在他坐在这里的刹那,轰然爆发,让王林大吃一惊了。 虽说可以压制,但却影响了王林的情绪。 若非如此,方才那不灭将的起身,王林绝不会散开危殃,露出其一丝修为波动。 这种人物啊,还没有让他如此做的资格。 甚至在方才的那一瞬间,王林竟有种要将此人杀戮,将此地所有人都杀死的疯狂念头。 到底是什么原因,为何我来到这稻谷皇宫竟然会如此? 王林闭着双眼,体内修为运转,慢慢使得心绪平静,但其心神却是更为阴沉下来。 不对劲儿,这稻谷皇宫,莫非展开了什么阵法禁止,所以才可以将我影响。 但看这四周,却没有任何禁止的样子。 王林睁开双眼,沉默地坐在那里,借着疯狂的感觉,是从那心机转化而来。 从数日前,我就隐隐有了这种感觉,在今天之中,越加强烈了。 这种感觉,似有什么对我来说极为重要的大事发生。 此次事,关乎我的一生般,即便是我数次面对生死危机,也从未有如此强烈的感觉。 王林的眉头,微不可查地召集,此道谷皇宫不能救了。 王林目光一闪,打定逐一的瞬间,那回荡的第九声鼓民渐渐消散了。 随着鼓声的消散,这整个广场内外,包括那天空上的数百平台,骤然安静下来,所有人都不知觉地停止了议论。 目光全部凝聚在了那广场正殿。 王尊林! 一个尖锐刺耳的声音,从那正殿中传出,带着一股惊人的穿透力,回荡四周的同时,那正殿闭合的大门隆隆推开。 随着其推开,所有的目光全部都凝聚在了那大殿尽头,坐在一张巨大的龙椅上的一个男子。 各位听友,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《鲜秘》,作者尔根,演播丸子冯宝宝,后期制作云曼。 更多精彩有声书,尽在喜马拉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